你们要是私底下认识他们 绝对就不会走 带到酒店房间啊 你都懂的啊 今天是一期娱乐圈真相Q&A 咱们就说 今天吃瓜吃到我 就我两个人了 就已经在娱乐圈单了很久 你这些想不到的啊 想不到的啊 我们大多数都听过了 煎火了 大部分人都会有很多人吃的 我们比较过有些演员 在民工上或者是在生活上 非常的细心 温柔以及贴心 就给人一种非常清静的感觉 在私底下 我们的处理非常 我知道他 我之前还遇到过一个演员 他就是对助理很不尊准 他把那个杯子弹 直接朝布里脸上扔 跟平时那个感觉反差特别大 你们要是私底下认识他们 绝对就归准了 当然会有啊 你们课的CP啊 就很有可能是真的 但是呢 我问在这里 不是一种剧 说的不习惯 怎么说呢 就是你跟一个人 经常的见面 亲爱情工作 时间久了 你对他产生一种欣赏 再加上角色的预警 你就会产生一种 拥有的情绪 还有呢 就是剧组关系 一切散或者是 我们一起拍完 就给大家客气奔 客气的行程 没有那么经常联系 自然然的这个关系 就会慢慢慢慢的消失 再加上那种角色的律迹 你真的只想谈恋爱玩玩 你肯定不会长久啊 就好比你们上班族的话 这个同事移职了 他去别的城市工作 那一滴恋 时间久了 下人就不联系了 对啊 其实就是一个道理 是一样的 当然剧组呢 它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 干什么事情 都是会优先闯入主演的 像什么吃饭啊 住宿啊 装造啊 主演肯定是最好的 对 还有不准 你坐大巴 主演和商工车 然后流量那么辛苦的 还有房车 这些都会比写情合同平时 就算你有钱 你想自己帮辆房车 过来给自己生活 也会得好一点 这都是真具体的问题 对 而且我们也没有到 那个位置上 就是秉着一个 好好去联系的一个原则 就是本职工作 还有那种像配角啊 小角色 要给主演让妆 像妆子还不能比主演好看 我就会遇到好 因为主演 能只有黑那么一点 也会比较好 他把我画得跟那个主演 一样黑 甚至比他还要黑 我温暖 会死别人 你也没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嗯 我也有吧 我之前遇到过 就是全职组都收工了 对吧 我上了一辆车 就坐回去 你会遇到丁碗嘛 但是因为一个老师 就是一个 嗯 就是演了很多年纪的老师嘛 可能是就晚了 坐过来以后 连次到眼前去跟我们说 啊 你下来一下 我把你坐下 就让你老师上车 然后蹲下来 我就在那里 等15分钟 过来就上一辆车来接 让你一个人下车 然后另外一个老师上车 让你在那等15分钟 大半晚上吧 是你叫快请 是你全车 每个人 看见我 能赚208万的 就是那百分之一的 反正怎么当我们 剩下的99% 就是打工人 你看像群演 一天一两百 特约300到一千之间 跟组演员 可能一个月就花四千个年 对 而且拍戏 每时间都有 有可能半年 一年都接到一步 那就等于什么 有收入啊 失业啊 没收入不出 还要倒贴钱 像什么房租啊 日常开销啊 还有请制片啊 导演啊 吃蛋啊 去的时候不能空手去吧 带开手里之类的 小礼品啊 对啊 硬充硬充 这些花车其实也不少 你们还想知道 什么圈内的视线 也可以给我留言 我看看要不再出下一集